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3年9月24日 管会城际清滚之道施工地火灾事故 树井被烈火封死 28名施工人员被困在地下30多米深的施工平台 第一独自一人进入 开辟出唯一一条求生通道 最终将28名被困群众一一救出 无意伤亡 他却因缺氧体力不支昏倒在邪境内 救援经验丰富 又有着生死感受的他 各能了解灾难来临之时该如何保护自己 我是一名消防警官 从今11年我参与了数以千计的火灾救援 挽救上百头生命 今天我将用最真实的影音告诉大家在火场中如何正确逃生 广东省武警消防总队第一位女性基层主管 在这个传统上以男人为主导的世界里 他带领着数百名官兵战士保一方消防安全 用科技的力量让有限的警力最大限度地发挥战斗力 我是一名从今27年的消防指挥员 我经历了最危险的火场 这是我们为了您的安全设计的模拟实景演练 演练中的一切都在我们的可控范围内 我们希望你永远不必经历这些灾难 但一旦遇上了 以下看到的会对你有所帮助 歌舞厅 KTV 酒吧这类娱乐场所已成为了年轻人聚会的首选 暗淡的灯光 灯红酒绿 功愁交错 使人交流起来更加放松 而在这些地方 喝酒抽烟似乎更成了必不可少的麻醉品 冷烟花之类的小把戏也是夹杂其中 成了使人尽兴的小调味剂 但是这些却是娱乐场所中最为常见的火灾隐患 小烟头引来的大灾难 在生活中十二有之 福建省厦门市一个射箭馆 前空画面显示 有几个人在馆内聚会 凌晨3点14分左右 一名男子随手让烟头扔进垃圾桶 随后他们离开了射箭馆 二十分钟后 垃圾桶内烟雾腾起 几秒钟时间内 火焰迅速窜出吞噬了整个垃圾桶 最终 整个射箭馆化为一片火海 2004年2月15日中午11点 吉林市中百商煞的大火整整燃烧了四个半小时 这场大火最终导致54人死亡 而引发火灾的仅仅是商煞工人 当天在商煞后面的仓库取东西时 无意掉落着一根燃着的烟头 抽烟的人丝毫没有察觉到这一失误 最终 让整栋大楼葬身火海 2004年4月19日 贵州城黎平县大驾村村民 在上厕所时掉落一根燃着的烟头 大火蔓延至全村 88栋266间木制吊脚楼被大火吞没 400多村民无家可归 娱乐场所中 同样的气候原因 就会引发更为巨大的伤亡事件 酒精的麻醉下 人们很容易忽略了烟头上的小火花 火苗很快引发了巨大的火灾 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火灾 它的起火源头就是一个小小的烟头 但是为什么这个火能够迅速的就着起来呢 因为它是在一个特殊的场合 咱们说像这种KTV这种娱乐环境 首先进去让你第一点感觉什么 富丽堂皇很舒适 所以在它的很多的装修过程当中 就会大量的使用像这种塑料泡沫 捐织这一类的材料 这种东西好在哪呢 隔音效果非常好 另外如果是沙发店 那很舒服 做着相当相当的愉快 所以在这些地方大量使用这种材料 但是它最大的缺陷是什么呢 遇到火 它就很容易燃烧起来 燃烧的过程当中 还会释放出大量有毒害性的气体 所以说在这种地方只要是一着火 那个后果是非常惨痛的 我们回想一下这些年来 我们听到过的很多关于娱乐场所 着大火的消息 往往伴随着的 那就是非常惨痛的人员的损失 2008年在深圳就发生过这么一场大火 2008年9月20日晚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武王俱乐部 舞台表演使用自制道具烟花弹 产生的火星引燃顶棚吸引海绵 聚氨脂薄膜塑料蔓延导致特大火灾 这次火灾造成44人死亡 64人受伤 直接财产损失27.1万元 在这些死伤员中 大多数是年轻的人 因为找不到逃生的方向 最终命丧于此 要在这种霍暗的环境中找到出路 首先要了解如何自救 谁也没有先知的能力 但一旦危险发生 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冷静 同一家KTV的另外一间包厢里 大家没有意识到屋外的危险 依旧在嬉笑打闹 屋外烟气越来越大 启动了烟气报警器 警员响起 李一推门进来了 现在发生火灾 大家不要着急 冷静下来听我说 我会带大家安全撤离出去 打着火了 现在在这还不知道 怎么办呀 大家不要慌张 听我说 我会带大家安全撤离 现在你去找一下咱们房间里 一共有几个防毒面具 咱们女同志 有谁有戴了狮子巾没有 好 把狮子巾找出来 OKOK好 狮子巾 咱们现在一共有四个面罩 四个同志戴着 没有面罩的 我们拿着狮子巾 捂住口鼻 做个最简单的防护 咱们这个防毒面具 你们一共两个孙子 把它拔掉 拔掉之后你才不会 正常使用 好 把它正常拔开之后 套在头上 我们没有 我们怎么办 咱们现在两个没有同志的话 你们拿四个巾 捂住口鼻 然后用这些现有的物品 比如水 冰水跟饮料 把头上浇湿 咱们先把头发散开 防止它头发燃起来 尽量把所有头发都打湿 这样 嗯 对对对 好 现在你再把头发扎起来 因为你扎起来的话 它的可燃面就更少一些 这样更安全 这样吗 对 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现在我带领大家一个个出去 你走第一个 你走第二个 咱们剩下人一个跟一个 不要慌 我们现在就走 这幅图你们看过吗 没有 这是幅很重要的求生图 以后不管你们去哪里 第一件事先把这个图看听 你们谁带着手机 我 我带着手机 把它拍下来 现在在哪啊 这个地方就是咱们现在的位置 逃生图是我们往这边走的 慢点 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先试一下这个手法的温度 如果它温度很低的话 就可以出去 如果它温度比较高 就证明外面已经烧身了 好 就这么说温度比较低 咱们出门的时候 逃生的时候 一定记住把身体弯腰 弯腰前进 因为烟雾它会在上 下流空气会比较新鲜 好 讲解完准备事项 李一开始带着大家往屋外逃离 可是为什么一定要弯腰出门呢 火灾发生后 大量浓烟和水蒸气向上翻腾 迅速向四桌扩散 大火产生的烟雾 已经让烟雾报警器启动 警铃响起说明它的浓度已经达到了一定界限 弯腰就是为了让人的身体尽量少的接触到这些烟气 在李一的带领下 大家很快离开了包厢 李一也把其他包厢里的人都叫了出来 屋外走廊里弥漫着浓浓的烟气 这个烟气却是货真价实的毒气 让人迅速麻痹甚至死亡的罪魁祸首 近几年火灾现场死因分析中 因为吸入过度浓烟而致死的相关新闻屡见不鲜 为什么看似仅为迷雾的烟气 杀伤力却比熊熊大火更大呢 因为一旦发生火灾 在火场当中 首先致人死亡的最主要的要素是烟 火灾当中烟气主要含有的产生的一些产物 是有毒气体和颗粒物 颗粒物大部分实际上是碳的分子物 我们叫碳的就是燃烧完之后才漂浮在空中的这些颗粒物 有毒气体它包括有哪些呢 有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 这是燃烧的完全产物和不完全产物 还有一些哪一些的有毒气体呢 氢化物像氢化氢 硫化氢 那么这些气体是致人生 就是在火灾现场当中死亡的最主要的 危害 为了追求隔音效果和舒适性 GTV歌舞厅一类的场所所用的软包内装修材料 其中的聚氨纸薄膜塑料却是易燃材料 它在点燃后急剧燃烧 同时释放出大量的有毒气体 一氧化碳在空气中含量达到1% 一般人只要吸气数次就会死亡 氢化氢 每地方已达到300毫克 人体一旦吸入就会立刻死亡 用湿润的毛巾掩住口鼻 过滤有毒的烟尘 这也是李依在包厢里出门前就教大家保护自己的方法 和各种火灾用的防毒面具一样 这些都是为了防止人吸入烟气中的有毒物质 隔五厅 KTV一旦发生火灾 大量的有毒气体产生比大火更加致命 如何在层层迷雾中保护自己逃离现场 敬请收看119消防日特别节目 围困KTV 一行人离开现场 可是前方的岔路挡住了去路 消防逃生图派上了用场 很快走在前方的李依否决了这个逃生方向 就在大家逃跑的过程中 第一个举动让我们意外不小 为什么火灾发生时不能躲避在有水的卫生间呢 有人吗 这里不能带他 没有窗户很危险的 快走 在火灾现场 尤其是在娱乐场所 我们国内大部分的人员密集场所的洗手间 实际上是没有外窗的 那么在没有外窗的这些洗手间当中 一旦进去进行避险 虽然说有水 但是大家都知道 我们空气中氧的含量是21% 可是当火进入到猛烈燃烧状态下 会大量的消耗空气中的氧气 当空气中的氧气吸泊到只有15%的时候 人就会进入到呼吸急促 甚至是行为能力减缓的状态 再往下降 就会降到昏迷 甚至是抽搐呕吐的状态 直至死亡 和地震救援逃生不一样的是 火灾现场一定不能躲避在卫生间等待救援 尤其是在没有窗户的卫生间 在密闭环境里 大火在燃烧过程中更会消耗大量氧气 同时释放出让人致命的一氧化碳和氢化物 其中氢化氢在短时间内对人体皮肤 眼睫膜和呼吸道内部造成永久的伤害 甚至致人迅速死亡 2013年12月11日 广东省深圳市荣建农妇批发市场火灾中 消防员发现在商铺的卫生间里 有四人瘫倒在地身上沾满了黑色的烟灰余剑 消防人员推测 这四人看到商铺门口处起火 一起躲进了卫生间里求生 但是弥漫的毒烟将四人熏倒 同样发生在娱乐场所 2000年12月25日晚21点35分 河南省洛阳市东都商煞 发生特大火灾事故 309人全部因为吸入过量烟气 中毒窒息死亡 逃离黑暗的包厢区域 大家来到了KTV路口 这里相对宽阔多了 冲在前面的两人 正准备从入口的盘旋楼梯处离开 却被礼仪制止了 它这个楼梯是一个敞开楼梯 即使一个螺旋楼梯 我们讲它不是一个消防疏散楼梯 它是一个钢结构的楼梯 第二个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盘旋楼梯 你们看到它这个楼梯踏步很窄 而且在内转角处甚至是可能10公分都不够 如果要是说在烟雾非常大的这种情况之下 灯光又不够 很有可能在这上面 人的恐慌心理就进行了一个踩踏 甚至是直接就从楼梯上滚下去 你没有在火灾当中被烧死 反而在疏散当中造成了其他的刺身灾害 我们觉得这个是不必要的 李一知道大家从消防出口处离开 首先一件事就是带领大家清理土在消防门口的桌凳 为什么要这样做 它会耽误逃生时间吗 拨开这一些障碍物 既可能给后面还没有疏散的人员 留下一个生命通道 也有可能要给返还的我们自己 留下一个疏散的通道 在那个时候一旦返还 我要再到寻找另外一个疏散出口的时候 就给我创造了一个有利的一个时间段 节约了时间 因此打开这个生命通道 不仅是为别人 也为我们自己 安全出口附近的桌凳很快让大家挪在一旁 所有人冲向了消防梯 为了防止KTV里的烟气进入消防通道 最后一位逃生者关上了安全出口的防火门 阻挡区域内的烟气扩散到消防梯内 就在大家逃到消防梯 准备逃向一层户外 以为能松一口气时 从下而上滚滚而来的烟气阻挡了他们的去处 这次他们直接逃向顶层 来来来来来 慢点慢点 不着急 索性 楼层顶端是一个大平台 大家终于能松一口气了 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等待救援了 消防人员接到指令来到了现场 索性 大家的呼救声和呼救方式 让消防人员确定了方位 十九 立即展开 火在现场 一旦火势得不到控制 用云梯车工作平台救人 是最快最安全的方式 另一路灭火救援人员立即展开行动 2012年6月30日 天津季县莱德商厦火灾 50多名群众通过拉梯和云梯车工作平台救出 2010年11月5日 造成19人死亡的吉林商业大厦火灾现场中 同样也有很多百姓通过这种方式逃离现场 避免了更多的死伤 看着缓缓而来的云梯车工作平台 想着能立即远离火源和毒气 所有人的心里既感到高兴 也同时有些担心和害怕 相距50厘米的间距 高达十多米的楼层高度 让现场每个人心里有些打鼓 记者的话说出了大家的内心想法 我不敢上太高了 这没事 我们这边消防员会给你做几层保护的 你放心 绝对问题都没有的 我恐高 这个我们消防员会拿着腰带帮你绑上 然后一点一点慢慢放你下去 你只要保持正常的往下走的姿态 就可以到达最安全的地方 来 不会掉下去吧 不会不会 你要相信我们消防人员 到达云踢车工作平台 他发现这其实比想象中容易很多 对 你的手抓住那个把手 抓住踢的把手 好 慢慢来 为了能更快更多的解救围困人员 消防员安排大家 一个接一个从梯子上面走到地面 扶着扶到小腿高的梯子 一下到地面 记者有些腿软 我觉得恐怕很少有人会有这种亲自踩到云踢上的感觉 以前做节目的时候 我体验过一回 当时是升到大概五层楼的高度 说实话 在那种情况之下 我就感觉我的脚是踩在弹簧上一样 长长的给你抬升上去的云踢 本身就是呼呼悠悠的 让你感觉到非常的不安全 所以我们的摄像当时还在一个劲安慰我 别急 别害怕 没事 这一段说完咱们就下去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 人要保持一个冷静 那是非常困难的 再有 你像KTV这种环境当中 如果你想找到一个有这种求生逃生平台的地方 那也是简直不可想象的 因此说 咱们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首先您得注意防火安全 第二 咱们作为个人 您比如说您要去KTV唱歌的情况之下 一定好好地记一下 这个地方如果一旦出了危险 我出门之后 到底是往哪个方向能够逃生 记住了这些 别看可能会耽误您那么一两分钟的时间 但是也许真的出事的时候就能救人一命 李一带领另一队人马穿过天台 教大家最常见 也是最迅速的自救方式 节省逃离 没有见到合适的绳索 床单窗帘都是不错的选择 被烟火围困在二三楼的时候 用床单窗帘拧成绳子 系在暖气片或固定栏杆等固定屋上 向下逃生 是最快的自救方式 逃生的那个打结方法 给床单的首尾相连处 打上常见的十字节 每相隔半米的位置 再打上一个节 然后你把这个 再打个打个节在这边 很快 一条简单的逃生绳制作完成 好 行 拿你的过来 在绳子的一端 找上一个能固定的位置 这个位置点 起码要撑得起 一个成年人的重量 咱们把这个丢下去 来 好 为了防止床台的金属片 或锐气滑破床单 李仪找了一个纸皮 垫在了下面 看样子 效果还不错 在离一的指挥下 大家一个接一个 顺着床单 截好的绳子 踩了下去 两只脚踏住一个节 双手交替松开 手中拽紧的节 很快 大家一个接一个来到了地面 所有人员安全离开了 模拟火灾现场 在火灾中沉着冷静 不慌乱 学会保护自己 寻找机会 立即离开火源现场 这才是最终的逃生法则 高层建筑发生火灾 火势蔓延速度极快 火灾铺救难度大 人员疏散困难 如何在高层建筑火灾中 逃生自救 今天收看 119消防日特别节目 高层的烦恼 明镜需要。 感谢观看